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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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殺就要殺的,要殺全家,你會理會嗎? 老實講,因為有層次的,我們逐樣講 為什麼呢?大家是想的 因為你的自然反應是會駛車的,你開車 除非想到要鑽根撞死一隻牛 但是你都說,你不會鑽根撞死一隻牛 這是意外,這個意外是怎麼出來的呢? 很明顯,這麼大隻牛 西山公道也有燈光,不集中精神 駕車,不集中精神 這些其實應該是有些合適的處分 但是我不會用人駕垃圾這麼快就下判斷 因為為什麼呢? 真的很難說,他說隻牛突然走出來 神經病,沒可能 如果你說貓狗 就不奇怪 是 貓狗 很大隻牛 因為它小 它小 突然間撞出來,你看不及 是 但是呢,如果是隻牛這麼大隻的話 它就算突然間撞出來 因為你離遠已經看到它在路邊 它不會快到 好,30米外突然撞出來 就像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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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就各位看官看看 這隻牛呢 它又不是即時死了 它咬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它咬了,當然有人報警 但是那時候又流了眼淚 流露出一些對生命不捨 或者是很痛 因為是地血 其實如果看片的話 有很多街坊 在旁邊又做不到什麼 又不是獸醫 一般來說都不會急救的 去到這種環境 摸得救,吐了血 你又不會 如果你說有把槍合法 你會不會早點解決 又不會 真是命也 命也 好了 一般來說我們對牛呢 就是 會覺得是零射淒涼 我看到很多在現場的街坊 那些牛義工哭得多淒涼 都在那裡哭,那些牛義工來的 是啊,哭得多淒涼 好了 那 為什麼我們其實 特別是唐銀 我們對牛零是一種感情的 當然 為什麼當然 以前牛是奸 所以現在牛五年 以前牛是耕田的 以前那些人多貧 都不捨得吃牛 我對牛特別最有感情 所以我不吃牛 我七歲已經不吃牛了 為什麼 我七歲的牛救了我一命 我已經七歲不吃牛 講來聽聽 為什麼要救你一命 七歲那年在大元山 打算衝出馬路 接著有隻牛咬了 那條衣服 不讓我出馬路 接著說辭前那條條 有條貨車衝過來 如果他不咬我 我死掉了 我躲不了在那裡 你會不會 你自己 你多久了 你神化了 神嗎 七歲我都還記得 七歲有沒有這麼好印象 精牛咬了一條衣服 你會不記得 OK 好了 你自此就是七歲 那我就不吃牛 是啊 我從七歲那些 開始已經不吃牛 就是因為那件事 是啊 不是因為任何其他 不是因為任何其他 OK 其實很多人都不吃牛 老實說 拜神我們都不會奉牛 那道教為什麼不吃牛呢 因為老子騎青牛出關 騎青牛出咸福關 所以道教不吃牛 拜神拜佛為什麼不吃牛呢 因為觀音的老爸第六世 投胎了做牛 被觀音高鑑買了下來放肩 但其實拜神拜佛 道教也好 其實是否比較好 這個用齋菜 一向都是用齋菜 那為什麼那些人 大雞大肉 是你們那些人想吃 你覺得祖先想吃 不是啊 那你祖先還祖先 你拜大神 大神有誰的菩薩 他們找來拜的 你講給我聽 不是啊 那些人我見到拜關二哥 是啊 關二哥啊 觀音啊 每個人都撞雞撒鴨 觀音就未必 觀音就真的不會 拜誰都是 那些人傻的 拜誰都撞雞撒鴨 抬著豬去 那些街市那些阿婆 他在小阿婆面前罵我 你這麼小的 你懂什麼啊 OK 不是 那你又不用口都鎮起來 但是真的從來都這樣拜 是啊 這些就是習非成事 你抬一隻豬去拜祖先 抬一隻豬去拜神 是你想吃 就不是菩薩想吃 不是啊 祖先想不想吃呢 祖先都不會吃的 你看到祖先吃你的牛嗎 吃你的豬吃你的雞嗎 祖先不會吃的 那為什麼那些人就說 那為什麼那些人就說 經常見到那些 那些鬼呢 見什麼見鬼奶叉燒啊 對奶叉燒啊 你不要看過那個見鬼意啦 不是我現在不是說見鬼意 是那些人這樣傳啊 傳啊 他就是看見鬼意多 你有沒有見過鬼奶叉燒啊 我沒見過 那你有沒有見過那些鬼吃東西啊 他索的 他索的味道 他不會大口大口 好像你人那樣吃的 我知道啊 那他索的味道 他會不會索的雞味啊 牛味啊 他索的 你拜什麼他就索的 OK 就是你擺在那裡 但是 一向都是講 你殺生去拜祖先 也好拜神也好 你殺生去拜祖先 罪孽兩份嗎 你祖先一半你一半 因為你殺那隻 殺那隻生命 不應該殺的 是你要拜祖先 你才去殺他 罪孽就是祖先一半你一半 不是啊 如果用這個道理 我們吃肉都是的 吃肉都是罪孽來的 是的 都是罪孽 為何要信佛 那些人要吃長齋 為何出街又要吃長齋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就是那些人不信佛 是啊 那些人喜歡吃肉 就是好像你說 有淫戒 那我們 譬如你說送佛的 我們是在街的居士啊 那如果我追求女兒 大家兩情相悅的 又算不算破淫戒呢 淫戒 淫戒的意思是 不正當的夫妻關係 以外的男女關係 這樣就很糟糕 喂 我又不是她的兒子 我又未結婚 我當我未結婚 是啊 那她是我的女朋友 我跟她搏東西 又不可以嗎 不可以的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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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沒有人相信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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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說不行的 是 好了 牛呢 你說是否特別有靈性 其實我覺得 萬物都有靈的 不過牛呢 一般 不是絕對 她沒有什麼攻擊性 亦都跟人類相處了這麼久 她呢 她呢 是好像零射 有些 就是 很懂事的 我跟大家講過很多時候 我小時候住十三街 住土瓜環 我們那裡有一個逃房 其實我們小時候 經常做一件事 就是 那時候我們 在這個碼頭角度的尾 有一個牛碼頭 我們為什麼叫它牛碼頭呢 其實它不只是 有牛在那裡上 不是九龍城碼頭 在遵訊街 就是 碼頭角度 鎖到海裡 那其實呢 其實有些等船 有些紫皮船 垃圾船 都會在那裡上的 但是最主要 我們就會有 我們牛碼頭 其中那些牛呢 會在那裡上船的 去上船呢 我們就會趕去上貨車那裡 那輛貨車呢 去 那個逃房呢 其實二三十米而已 但是你沒想到 大媽大加大巷 二三十米都是路程來的 有些牛在那裡走的 那所以他們要 上一輛車那裡 那輛車就去逃房 然後就趕去 趕去 趕去 小時候 那些牛呢 不想不想上岸的 好像知道它 當然啦 知道它死 知道它死 你給你拖 以前的人拖你上岸 是假裝你的 你都不能上 不是啊 那就是說 它要知道 為什麼它要知道呢 所以牛呢 它有去靈的 還有呢 整個哭的 是啊 那時候呢就說 我們有時候看泰國也好 中國也好 又說 你一天臨上湯去賣去 但是看到這樣哭 於是乎就搖過去 就是那個 那個新主人 或者舊主人 就不捨吃其肉 這樣 好了 我想想 我小時候看這樣的報道 哇 如果你看到這樣哭 你又不捨得 你真的不捨吃牛 十隻狗仔都哭 是啊 不想上啊 不想上啊 不想上 那我們做什麼呢 你很冷靜的 我們年輕人 喂 終於有機會 不想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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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做什麼呢 那些阿叔呢 不用給錢我們 我們自動請英 不想上啊 不想上啊 那些牛啊 不想上啊 不想上啊 拖也不想上啊 當然啦 不想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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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Как哭 擞的都在節弄 然後 stud乾淨 不想上啊 其實呢 我說 說實話 我跟大家說 我現在回憶 當時我們自己那個心裡也覺得很難受 然後 其實這個世界上再是這麼難看 不奇怪 我們這班小孩 那班小孩都還跟我一起玩 這裡真的認識多年 這樣沒有壞人的 但是當時 在那個年齡 你就不會 不想認得輸 你一不勾下去 做甚麼 即是扮慈悲 那些 那時候 你就看著牛 都上去 有豬有牛 然後 其實後來就說 電魂 沒那麼殘忍 其實 我親眼目睹過 當然是非常殘忍 然後 牛一出了貨 現在就是少些 有很多急凍的 牛肉當 牛頭放在地上 斬了出來 牛頭 牛雜 牛骨 浮著水 牛肉 你想想 屌你老母 幾個小時前 你們很新鮮 幾個小時前 還會生生的 所以 在人類常用的食物之中 其實最多人不吃的就是牛 現在很多人不吃牛 那時候都是 但是 你吃豬又怎樣呢 所以我們只能夠 譬如清真就唸經 又或者自己不要看 不要指 像你所說 他們出去吃魚 以前我經常去魚王 我去選魚 我現在不去選 就是那樣說 你選一條魚 你捉一塊 這隻 你就有醃 那隻蟹 臨尾 被你捉的時候 它就記憶了你 這就是果果葉 要報的 好了 我們看看 這隻牛 昨晚的情形 看看照片 其實有些牛義工 有些是街坊 一撞下去 這個力是很大的 其實這麽大隻牛 如果是的士 有鎚車的話 有鎚車 一定撞不到 不是 撞到不會那麽嚴重 不是 因為它都是強壯的 不是 那隻牛 車頭都爛了 你這輛車是沒有的 是吧 大家想想 你用我的道理 這隻牛 不是貓 不是狗 不是可以在二十馬外 突然間衝出來 它本身一定在路邊 你本身 就是 那你來遠 你應該見到的 好 下一張 好 下一張 好 下一張 好 那就流了眼淚 你看 二宗比翠 不能喝 好 喝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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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喝下去 就好像是前家樂 內出血的了 OK 沒有了 好 回回來 這一隻呢 牛呢 叫做家慈 三四歲而已 原本和其他牛呢 是在斜下那裏住的 斜下呢 如果我們的車頭呢 向沙田方向 斜下就是左手邊 OK 近日 因為打架 就唯有走到西澳 黎聰那邊 西澳黎聰就隔了到西山公路 就是右手邊 車頭向沙田方向 誰知道昨天呢 昨天呢 他們想著 越過西山公路 回到斜下的時候呢 就發生意外 就是被這個 神仙B OK 即61歲 原來蔡堅成呢 撞到 那 那 其實原來蔡堅成呢 第二次遇上車 那第一次就不關他事 第一次就去 被一架Tesla的私家車 逆線撞到他 那 原來對面的私家車 是喝了酒的 那 私家車就 說 給錢B哥 神仙B 但是他說不行 一定要報警 那上屋 什麼的 那神仙B海人 有沒有看三五成群 沒有 你有沒有搞錯 三五成群 你也不看這麼好看的戲 他說 當日三五成群應該九十年代尾 現在二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 那就是說 現在六十一歲 原來這麼大 那時候也三十幾歲 但是看起來又不像 我們先看這段片 這段片好看 這段片 好回來 這一個 你知道誰是神仙B 那時候已經三十幾歲了 我相信大家都看過了 三五成群 但是這是戲而已 現實裡面 陳仙B的街頭流落 就沒什麼大不了傷害 你猜不到 就是大王那些人 哇 你倆別殺人放火了 秀貿平同黨 不是 有時候 所以同黨是很可怕的 一個人是做不了這麼多事情的 但是互相吹 夠不夠僵 那隻牛家馳 這個呢 也要這麼說 如果我們信佛的話 就還 他下來都保了一輩子 是吧 好了 一輩子 一輩子 借人二十萬不還 做二十隻牛還 借人二十萬不還 要做二十隻牛 是啊 OK 他現在撞死這隻牛 但是這麼說 那條數很難計 我很多人借了錢 我沒有還 我想沒得還 他們就要做牛做馬 是啊 將來就是為你做牛做馬 但是這麼說 我又這麼想 可能我今生 我借給他 我前世搶他 都可以的 你可以這樣說 你是前世搶他今世還 也是可能 今世問你借也要下世還 嘩 本來我還會有三宗新聞說的 但是 不說 這些新聞太無聊了 好像元朗721 有一宗 白衣人那裏 那裏 鄧家文呢 就純粹呢 說那個片裏 那個不是他 我想現在來講 就很難用這些 其實應該有AI的 很容易去檢查到 就知道是否你呢 就是啊 就是啊 721呢 我告訴大家 狼心狗肺 天地不容 就是出來走的 也好什麼都好 都有所為有所不為 如果一個政府 參與了這些政府 政府就不值得存在在世界上 但是歷史上 太多這些事情了 OK 好了 道士涉嫌謀殺智障 這件事 喂 我真是想問一下你 如果不要算是騙人 封水浩 是 以你所知 你在玄學上 你不知道的範圍很多 是 其實有沒有什麼法事 是要 我不要說 我不要說這些 撇開了 是真是和合可以 那些都不是法事 和合那些修煉一些東西 蜜宗是有的 是 蜜宗那樣叫歡喜善 是 但是真的怎樣做中間的過程 我真的不知道 嗯 那你說道教 有沒有這些和合法事 人家是拜神的 想不想你搞女兒 我真是沒看過 但是呢 我看到我第一套看的老鹹 你年輕的時候 叫做鐵妹 他其中有一個呢 有一幕叫陰祖 什麼叫陰祖呢 我知道 不是 啊 誰經常吃那些 放一粒蜜棗 放一粒蜜棗 在那條旅那裡 是柱女 然後去到不知道什麼高潮的時候 不是 是等他每個月來完 來完親戚之後 拿那粒草出來吃 皇帝內經有講的 是嗎 那我看鐵妹不是這樣的 鐵妹有名道士 即是白蘇老人 那條女 高潮 到你了 然後她不知怎樣 就吃那粒草 那樣各人的 那皇帝內經就這樣,你有沒有試過這樣? 沒有 但是啊,之前CCTVB的老闆經常吃,今天最問 原來我就不太相信,邵逸夫 是 好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相信 是呀,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會相信 屌娘的老母 你問問我,我也不會相信 真是瘋狂的 那,現在呢 昨天就去到,我發現是傅家聰作弓 傅家聰說,他去到村屋的時候 見到死者,進行初步檢驗 也都在兩天之後,替他正式檢視 他說,死者的頭頸四肢有多處乳傷和擦傷 包括幾乎整個前額都有乳傷和擦傷 撞到頭 並認為這些鈍性的創傷是過世前一兩天內造成的 有眼位置,有裂傷 腦膜出血 但份量不多,不致命的 初步驗屍呢 見到他的屍薑開始消失 因此推斷他的死亡時間是9月2號,凌晨1點半左右 他發言說,死者身上多處受傷,難以走動 可以估計他生前是很痛苦的 而他血液裡面的酒精比例是很高 顯示他去世前喝下大量的酒精 他在失去意識下,酒精中毒和頭部流血 引起肺炎,令他呼吸不到 加上他難以走動 於是乎便死了 手臂的章子在錄影會裡面說 講及他如何打死,包括將他推到牆 法醫說這樣就可以解釋驗屍報告的發現 那就斷正了,我也不明白老母 就算看著他,你多相信 法醫說這樣有點不對勁 好,休息一會